位在敬夜四路与乐群三路交叉口的这块平面停车场 由于重跨区内这几年快速发展 再加上附近新建了许多饭店 为了解决之后暴增的停车需求 理想希望能够新建立体停车场 今年国际饭店又两家要开了 以他们国际饭店的标准 大概如果是以他们的停车为只有 能提供市民大概有六成可以停车 那如果来这边还有四成的停车 外来的人口怎么办 典华它是六百桌 那六千人它有六百个人开车来就好了 那典华就大概四百个停车位 大概三百四十五个 我知道三百四十五个停车位 那还有四成人的车要停在哪边 一定要停车场 我只有举例一个典华 那旺豪酒店美湖酒店 他们现在都已经上来了 原本旁边还有四家的换店 小换店 这必该要做得 除了增加停车空间 里长也希望新建成多功能的 复合式停车场 让里民可以有休闲娱乐的场所 不只只有做停车场使用而已 还有多功能像我们的图书馆 大指重画区这边的图书馆 还有一些所谓老人的福利的阅读中心 也可以是像内湖那边有麻将 给老人打打麻将 娱乐性的多功能的停车场 是我们在98年 我就跟市政府一直提这个案子 在与市长座谈会中提出 市长也表示既然是停车场用地 该建的就要赶快新建 市长只讲跟官员讲一句话 该建就要建 对不对 这边拖也不是办法 对不然这个公家地 重画区现在重画区的公家地 只有剩下停车 停车场还没有盖而已 这本来重画里面 本来就是要有停车的地方 那你要等他说要几 可能要80%以上都建满了 然后再来盖停车场 那没有未雨绸缪 这是不好的事情 理想希望市府能够未雨绸缪 尽快新建多功能立体停车场 让快速发展的重画区 不会因为停车问题 而影响到里面的生活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评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